昨天我們宣布 因為前天我們就向特首提出了一個新的建議 這個就是優化現有自由行的一個建議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就向中英政府爭取 現在持有中國護照電子版的旅客 就可以透過網上申請就可以來香港 電子護照可以在網上處理 這是可以比較方便的 這些旅客其實都有很豐富的旅遊經驗 因為他拿了護照之後 很多都是曾經去過其他地方 東南亞的地方 日本 韓國 歐美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長假期去遠一點的地方 短的假期他們會選擇一些 比較近一點的地方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酒店的房間其實 在過往一年是有多4000多間樂盛的 我們接待到可以多一點的吞吐能力 景點那裡其實我們一年都是一兩天才會爆滿 所以旅客選擇香港成為旅遊目的地去玩的話 無論在住宿 在安排 以及在一些娛樂設施 酒店 景點上面 我都有足夠能力去接待到我再增加的客群 我們經文件就抵交給特首梁正英先生 他對於這個建議都很有興趣